民眾迫不及待奔跑入場 直衝公仔攤位 每個人就像來到百貨週年慶 甚至還有人乾脆托行李箱來 還有一個福利 第十三屆玩具創作大展 裡頭有不少設計師創作公仔 因為注重造型 細節與配色 加上手工製作無法量產 成了收藏家的購買目標 而且轉手價格至少三倍起跳 全世界只有777隻而已 所以它還滿珍貴的 這隻原價5500而已 對 價錢還滿高 收藏價值還滿高 限量然後還有它是很久 就是很久以前的那種畫風 還滿喜歡的 然後剛好因為很幸運 就收到5號 你就趕快衝了 畢竟限量是殘酷的 玩了一副就買不到 加上還贈送前50名限量公仔 讓不少人前一天就來排隊 但主辦單位的入場控管 還是讓資深公仔迷頗有怨言 從200多個人排到前10 結果進來了 還是他第一次 但是這些人 是昨天沒有排隊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 為了能搶在第一時間入場 前晚就有不少人來華山 但也因為排隊人潮太多 發生推起衝突 甚至傳出有人因此受傷 被送上救護車 9點才可以開始排 所以就是要用搶的 大家都用衝的 所以就會受傷 固責了 為了能把現在的公仔帶回家 迷哥迷姐們不惜車也排隊 但沒想到因為搶公仔 竟然還發生受傷意外 記者機關紅線尾 台北報導 在這次的電視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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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